HELLO 大家好,我是鹹魚爸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個 你們喜歡攝影的朋友 應該會用得到的東西 這個 這是洋蔥工廠所做的攝影燈 他的名字叫BROWNIE 洋蔥工廠這家公司 他們的產品很有趣 都會用食物、水果為命名 我記得上次我開箱過 他們的荔枝的L架 如果沒有印象的話 你可以看我把連結放在左上角 那這個是洋蔥工廠最近新出的攝影燈 他之前上一款攝影燈好像是叫布丁燈 那這個是BROWNIE 方方的 然後外觀看起來像不像那個BROWNIE切片 那我剛收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外觀很可愛 小小的 但是還沒有開燈之前 我本來沒有期望很高 但是我開始使用的 應該有一個多禮拜 17號 應該有將近10天了 我發現很好用 有在關注我VLOG的朋友 應該會發現 我最近的VLOG都會把這個燈放在後面 我覺得會營造出一種有質感的氛圍 怎麼說呢 像我最近拍了一些產品 例如說要銷售的產品 或者是像我最近有出清一些我以前用過的二手商品 我發現把他們放在產品的後方 那個效果蠻好的 我有拍了幾張照片 我們先從外觀講起好了 他外觀小小的 然後長寬 長寬都是6.8公分 然後厚度是28mm 就2.8公分厚度 然後是正方形 我覺得他蠻好的地方是 他這裡有123 三個冷靴 那冷靴的作用就可以鎖在相機的上面 然後他裡面有附 冷靴轉相機螺孔的轉接座 轉接座 那你就可以下方有1.4英寸的螺孔 你可以這樣鎖上去 那這邊就可以靠到相機的上方 就可以裝上來 就可以當補光燈 那這個是彩色的 那你可以換 你要補光 黃光白光 都可以 你要自拍的時候 這樣可以補光 對 所以他有三個冷靴做 跟一個1.4螺孔 他在使用上面 就已經很方便 那另外他這邊 有磁鐵 假設說 就可以放在那邊 有沒有他變色 這個是會變色的 他總共有兩個型號 一個這個RGB 跟這個CCT 兩個 外觀好像有三個顏色 粉色白色黑色 燈的種類有兩種 白光黃光雙色 CCT 跟RGB 兩種 然後模式有很多種 模式有很多種 以這個RGB為例 當你開燈 一開始 它是一個叫HSI的模式 它是可以讓你調光 調顏色 這邊有一個鍵 滾輪 然後有RGB循環 純紅色 純綠色 純藍色 純白色 然後有警車這個 警車的模式 還有這個閃電模式 酷吧 那我很喜歡的是RGB循環模式 然後我會把它亮度調低一點點 低一點點 例如說我們現在在拍的 我把它放這 這樣背後你有沒有發現 背後的光就不一樣 有嗎 那這個 這個一樣 當你關機 開機一樣 它有色溫模式 這個是5500K 冷光的呼吸燈 暖光的呼吸燈 呼吸 然後再來 白光 類似壞掉電視的那個模式 暖光 好像電視壞掉 很特別 很特別 那右邊這邊是可以調整強弱 例如說調你的亮度跟顏色 右邊這個滾 例如說你覺得這太亮了 你可以調按 左右調按 壓下去是選擇 它這邊有按鍵 一樣再放過來 好 如何 很特別對不對 那假設啦 假設你像我有在滑獨輪 滑板的 我甚至可以把它吊在背包上面 吊在背包上面 它亮度超高 這個將近 在30公分內有1000多流明 這個很有警示效果 有沒有 如果說你是把它掛在背包上面 這個晚上超有效的 警示 那如果是黃光或白光 你可以當成照明 可以當照明 白光 照明 有沒有 它有兩款 價格不貴 洋蔥工廠在國外的定價 好像一個是 CCT 雙色是25塊 25點多的美金 然後RGB 是29 那在台灣這邊 台灣現在有代理商 叫做 潤城 然後他們網站的價格 好像是 880跟990 有興趣的朋友 我把連結放到下面 你們可以去參考 對 這是簡單的介紹 就是一個小配件 我覺得還不錯 效果也很好 好 以上是簡單的介紹 跟你們分享 我是鹹魚爸 掰掰